紅色法拉利相當顯眼 停在大馬路上 車子後方還有兩名紅衣男子 大街上大打出手 雙方猛烈揮拳 甚至還蹲起馬步 擺好姿勢 你以前我一刻 直到有人出面幫忙管家 你怎麼 你怎麼把他放下 他車好像在那裡 不能過 他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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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情就發生在高雄 明華一路附近 小貨車正在卸貨 後方來了一台法拉利 因為不滿路被擋了 按了喇叭示警 結果衝突一發不可收拾 小貨車和法拉利敞篷超跑 誰也不讓誰 事實上這台法拉利 車價1190萬 擁有560匹馬力 而且由禁止加速到時速100公里 只需要3.6秒 當時直接停在路中央 車主下車跟人理論 這畫面引起許多人關注 據我們這邊得到 初步了解的部分是貨車那邊 有先動手的情況 才會造成這一起衝突 貨車司機是頭部有受傷 另外一方這小課的部分 是手腳都有一些擦傷 小貨車司機為了送貨 法拉利車主要趕時間 是因為停車擋住路 雙方爆發衝突 結果全都掛彩 一起被送進醫院 這由王嘉慶高雄報導 到